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是黄金材质的都喜欢戴在身上 但黄金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佩戴的 这里面有很多讲究 那什么人适合戴黄金 什么人不适合戴黄金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 黄金的传统寓意 财富象征 黄金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财富的象征 代表着富有和高贵 在古代 黄金还被用作货币 显示国家财富与实力 驱邪辟邪 在民间传说中 黄金具有驱邪辟邪的作用 戴上黄金饰品 可以避免不测 很多人在结婚时 都会选择佩戴黄金首饰 寓意祝福和吉祥 礼仪象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黄金还是礼仪的象征 在节庆或亲友聚会等场合 赠送黄金饰品 被视为一种尊重和祝福 二 佩戴黄金的好处 黄金本身抗氧化性 会抑制身体过多吸入氧化物 因此黄金就具有抗衰老的作用 它能减少我们肌肤皱纹的滋生 同时许多美容的护肤品中 都含有黄金的粉末 还有的面膜里也有 它不仅不会让皮肤过敏 还能护肤与养颜 《本草纲目》中 认为黄金制品能通力五脏 不仅能消炎 还能通过与皮肤的摩擦 起到按摩穴位的作用 在民间一直有个传说 都说右手是招财手 左手是散财手 那么把手镯佩戴在左手 是让束缚住左手 让财产不散落在外 所以按传统的说法来看 黄金手镯佩戴在左手上 有一定的招财效果 黄金也有辟邪转运一说 在琳琅满目的黄金饰品中 转运珠也会很受人们推崇的一种 一根红绳穿过黄金珠 寓意时来运转 可见 除了装饰和养生 黄金还有辟邪的民间说法 三 哪个属相戴黄金最好 十二生肖中 有些生肖的人 非常适合佩戴黄金 那么 哪个属相戴黄金最好呢 这里要特地说一说 这三个生肖 龙年戴黄金 好运旺旺来 一 生肖牛 生肖牛的朋友 他们命中缺金 也就是五行缺金 如果不是姓名中带有金字旁 或者日字旁加持的话 建议从小就佩戴足金的项链手链 这样不仅增进学业 还可以开发在文体方面的天赋 在他们到了适婚的年纪 还可以增进桃花运势 尤其是情侣之间一起佩戴心心相印图案的吊坠 配以黄金项链 就会更加相得益彰 女孩子们还可以选择黄金的陆陆通造型 配以红绳 以此增进牢牢把握自己的幸福 婚后 两人不仅感情深厚 而且还会助力事业 如果积累到一定程度 开一家夫妻店 也未尝不可 二 生肖羊 除了属马人之外 在十二生肖中 羊也是一个适合戴黄金的生肖 属羊人如果佩戴黄金首饰的话 会提升自身的事业运 尤其对于那些做生意的属羊人 经常佩戴黄金首饰 会让他们的事业顺风顺水 步步高升 属羊人本身性格较为软弱 平时不懂得拒绝人 有时候会因为自己柔软的性格 而吃不少亏 这就是五行中少金的一种表现 但是属羊人如果经常佩戴黄金的话 能够将他们内心深处的强势激发出来 在面对他人的时候也会聚力力争 为自己争取权益 有了这样的改变 别人自然不也轻易怠慢和为难你 三 生肖龙 龙一直是神兽 是权力和富贵的代表 这一点他和黄金的属性是一样的 都是权力的代表 所以生肖龙佩戴黄金也是非常合适的 两者之间在一起会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会让运势变得更好 一切都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的 但是要注意一点 不是所有生肖都适合佩戴黄金 如果这些生肖佩戴了 很容易遭到不幸 四 这些生肖最好不要戴黄金 一 属鼠的人不能戴金 生于阴历十月或十一月的属鼠之人 命中多阴水旺 这样的属相 佩戴金银首饰都会很累的 难以放松 累了还没有好的收益 白忙一场 另外 鼠鼠人戴了黄金 也有可能发生意外丢失的情况 甚至被偷被抢 即使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但是毕竟财富外露了 可能会引来别人的妒忌 闲言闲语太多 对自己的运势也不太好 如果要佩戴一些饰品的话 生肖鼠可以选择相和生肖的相关饰品 生肖鼠的三和生肖有生肖猴和生肖龙 六和生肖则是牛 而跟鼠鼠人最投缘的也是这个三生肖 因此 在本命年期间佩戴这三个生肖的饰品是最适合不过 即使是在本命年这段期间遇到再大的困难 也会有贵人出现 从而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二 属马的人不能戴金 生育殷 历十月或十一月的属马之人 这种属相如果佩戴金项链等首饰 会造成以下后果 其一 多会犯小人 特别是在工作上的事 会很不顺 不容易处理 如果做生意 总是有人会盯上 其二 从五行八卦的角度来分析 马的五行为火 地之为五 而黄金的五行是金 众所周知 或是克金的 因此 属马人 如果佩戴黄金的话 不但没办法催忘自身的运势 而且还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他们还会感受到沉重的生活压力 每天都有特别多不顺心的事情 无数个夜晚 都想要崩溃大哭 有烦心的事情 但是找不到倾诉的人 最后只能自己默默消化 更为糟糕的是 属马人的综合运势 还会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极为不顺心 还有很多未知的障碍和磨难 阻挡在前方 想要避免这些祸患的话 属马人就不要佩戴黄金 其三 拉低运势 属马人佩戴黄金是不太好的 会拉低自身的运势 还有可能会惹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不听劝告 非要佩戴黄金的话 在职场中将遇到很多糟心的事情 每天压力很大 要接管和处理很多棘手的难题 很难取得好的结果 也没办法获得可观的收益和回报 在金钱上 赚不到大钱 还总是会遇到意料之外的破财事件 手头将变得很紧张 每天都在为没钱花的事情 而感到发愁 更为糟糕的是 他们身上佩戴的黄金饰品 可能还会被小偷盯上 容易被偷走 感情上 无法收获甜蜜幸福的婚恋生活 总是会遇到巨大的挑战 单身的朋友 会一直处于找不到对象的状态中 有对象的朋友 俩人可能会分手 已婚的朋友 可能会遭遇背叛 最终俩人会选择离婚 其四 没运连连 数码人佩戴黄金是不太好的 生活和职场中 都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倒霉事件 职场中 经常会遭受小人的排挤与陷害 每天累死累活还赚不到钱 生活中 经常陷入棘手尴尬的处境中 很难成功脱身 压力会变得很大 由此可见 数码人如果想要佩戴饰品的话 黄金绝对是最不可选的 可以考虑水晶饰品 这样能够起到提升运势的作用 还可以考虑红色手绳 这样能够让运势变得好起来 生活也会变得幸福快乐 三 属兔的人不能带金 生于阴历四月或五月的属兔之人 也不适合佩戴金项链 一贩小人 难得众人的拥护 往往会因一点小事 而和别人产生不愉快 多会有人阻止 所以如果生肖为兔的人 带了金首饰 很容易影响自己的人际关系 属兔人最好佩戴本命佛 文殊菩萨是属兔人的本命佛 是如来佛祖护士之一 又称法王子 为智慧之象征 身子金色 形如童子 五计观其相 右手持金刚宝剑 能斩群魔 断一切烦恼 左手持青莲花 花上有金刚般若金卷宝 象征所具无上智慧 做其为一狮子 文殊菩萨是大智慧的象征 能开发智慧 提高悟性 尤其能帮助小孩 学业有成 观人福禄双增 商人增财增福 会很有效地提升属兔人的运势 或者是佩戴红纹石与金发精 是最能够帮助 与其最相投 是最佳的搭配 爱神 红纹石增加你对异性的吸引力 完善自身的各方面的价值体系 陶冶出高尚的情操 娇嫩 可爱 十分难得 可美化皮肤 使得家庭爱情社交等完美圆满 有效平缓激动的情绪 还能带走负能量 金发精是强力能力的石头 为开运水晶 能保持健康 消除劫难 兴旺财运 挡住朱煞 所以说 属兔人要尽量选择佩戴红纹石 金发精 四 属鸡的人不能带金 生于阴历七月或八月的属鸡之人 如果佩戴金项链等首饰 就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其一 会在感情上会不利 容易吵架起争执 特别是夫妻之间 没有融合的时候 同时也容易破财 其二 因为生肖鸡与黄金的气场不合 如果佩戴黄金的话 会造成冲撞 也会给属鸡人的运势 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和干扰 特别是对于做生意的属鸡人 如果佩戴黄金的话 往往会导致生意变得格外不顺 在奋斗的过程当中 也会遭遇很多坎坷与挫折 其三 黄金也会破坏属鸡人的心情 经常接触黄金 会导致情绪变得起伏不定 心情也常常会处于比较压抑和落寞的状态当中 长此以往 不仅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 也会给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这对各方面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在属鸡的朋友 在平时生活当中 不要佩戴黄金首饰 尤其对于那种比较高调浮夸的黄金饰品 更要避免 五 属虎的人不能戴金 生在阴历十月或十一月的属虎之人 不宜佩戴金项链等首饰 在佩戴后多心中抑郁 生活中各种的不顺 身体还会渐渐的变弱 在十二生肖中 属于老虎的人 属于五行属于木材 而黄金属于五行 如果属于老虎的人戴黄金 他们的财富会因为金刻木的影响而下降 属老虎的人脾气暴躁 他们很容易冲动 过于重视 爱和正义 这样的性格最好是柔和的 但黄金也是一件非常强烈的事情 早在民间 黄金就不暴露了 如果属于老虎的人戴黄金 那就是黄金泄露 这将损害属于老虎的人的财富 虎人适合佩戴虎眼石 虎眼石是虎之王的石头 它最能充分发挥虎人的潜力 解决生活中遇到的许多困难 驱邪 聚才 严幅 它是一颗能带动勇气 增加信心 让人敢于面对一切的宝石 让事情从头到尾都能做到 做人能保持自己的基本原则 你也可以祝福你的身体 身体虚弱 久病初遇的人在佩戴后可以改善现状 总之 黄金的价值虽然非常高 但是如果我们自身的气场不适合戴黄金 那我们就不应该去尝试 因为一旦风水出现了问题 我们的气运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从而影响生活的各个方面 5.佩戴首饰有什么讲究 很多人佩戴金首饰是为了展现自己的富裕和气质 给人一种财大气粗的感觉 但是如果不注重戴金首饰的风水问题 人们就很容易倒霉 沾染霉运 因此戴金首饰 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要对金属首饰进行保养清洗 黄金首饰一旦佩戴时间长的话 会发现上面出现了污垢 需要定时进行清洗 妥善保养 才可以让黄金首饰始终光亮如新 延长黄金首饰佩戴寿命 黄金首饰与其他珠宝首饰一样 只要沾上人体分泌的油脂和汗酸 便会失去光亮 因此佩戴的首饰最好至少每个月清洗一次 要让首饰外表保持干净才行 第二个最好戴在左手上 有很多人在选择 戴金镯子和金手链的时候 都是不分左右手 一般随心情戴 实际上 在珠宝首饰上面佩戴是很有讲究的 首先按照咱们传统的说法左进右出 所以黄金首饰 是适合戴在左边的 就从实际的角度来看 手镯也适合戴在左手上 一方面左手长得比右手好看 所以戴在左手能够获取更好的装饰性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黄金的手镯是应该佩戴在左手 毕竟右手要经常的干活 若是右手常戴黄金首饰很容易磨损 佩戴在左手会是比较好的决定 第三个是不要与护肤品接触 黄金虽然不像白银那样会越戴越黑 但是不可以和一些化学物质接触 像很多女人经常会在手上涂抹一些护手霜 护手霜里面有一些成分 很容易和黄金的手饰发生化学反应 造成黄金手镯的腐蚀和氧化 并且有很多的女人喜欢金银手饰同戴 把金手镯和银手镯一起戴在自己的手上 这样真的是很错误的方法 会导致手镯之间的磨损和腐蚀 第四个要注意的是洗澡的时候不要戴 我们平时在洗澡的时候 没有取下黄金首饰的习惯 觉得太麻烦了 一般都会一直戴着也可能是忘记去了 我们在洗澡的时候佩戴黄金首饰 这个习惯很不好 因为在洗澡的时候难免用到沐浴露 洗发水等 这些都比较润滑 很容易使手饰滑落 特别是戒指 戒指比较小 吊得上再不小心吊进下水道就可惜了 同样如果你带了去洗澡 洗浴产品里的化学成分也对黄金首饰有害 容易使首饰表面变颜色 变得没有光泽 长时间对黄金的价值也会有影响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